基隆的新轨道建设构想 在提出后将近20年的时间 历经市区内轻轨 连接台北捷运名称细指线 与台铁共用轨道 在细指与台北捷运共用路廊 等等看起来一变再变的方案 最新的规划内容 居然是要基隆民众 在台铁跟捷运之间二选一 改建完成才6年的基隆车站 该不会就要被拆掉了 基隆作为台湾铁路起点的地位 是在清代的1887年 由流民船设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 开始铺设铁路时被确立 往后的纵贯公路 国道1号、国道3号 也都以基隆作为起点 要说基隆是台湾近代建设的火车头 可能一点也不为过 不过在环境与产业发展的变迁之下 基隆逐渐成为台北的卫星城镇 在先前基隆捷运居然到不了基隆的影片中 重新爬出了基隆捷运 为什么会跟台北捷运绑在一起的规划历程 而最新版本的基隆捷运规划案中 交通部长王国才明确表示 由于基隆到巴督的路段空间不足 只能在台铁与捷运之间二选一 同时说明如果基隆民众 目前对于这项选择没有共识的话 那基隆捷运就先盖到巴督就好 请基隆的通勤旅客搭乘台铁到巴督之后 再转乘捷运前往台北 这样的言论自然是引起轩然大波 而对于是否要拆台铁换捷运 其实基隆人也有着相当两极的意见 往来基隆与台北之间 一直以来都有着相当多的国道客运路线 而且班次上也还算是密集 更重要的是国道客运在台北端 有着贯穿中校东路、南京东路 直达内湖、圆山、士林、三重、公馆、新店 等等多样化的选择 不像台铁只能到南港、松山、台北 等少数几座车站 省去了旅客转程的麻烦 国光客运1813路线更是有分散发车的特点 从基隆市内各个不同地点发出车班 让乘客搭车前往台北 不过这样的营运模式仅限于早尖峰而已 其他时段要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基隆 大致上还是仅限于基隆车站以及安乐区而已 但是这样的状况在近年来 随着基隆市快捷公车政策的推动而有所转变 计划让基隆市内各个行政区 都可以直接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台北 免除过去一定要到基隆车站的候车模式 2016年由台北市府转运站发车 深入基隆市信义区的2088路线打响第一炮后 不只增加了新的客运路线 还进驻新的客运业者 提升基隆的国道客运服务品质 如今只剩中山区及七都区 没有全日往返台北的国道客运 也正是因为国道客运具有服务范围更广 更深入基隆市各住宅区的性质 有一派声音认为这些优势都是台铁难以比拟的 即便真的废除了基隆到八度的台铁路线 影响也不至于都太大 然而根据交通部2020年的 民众日常使用运具状况调查统计资料 基隆市的通勤民众有6.2%使用台铁 高于国道客运的3.4% 在此同时 基隆车站的上下客旅运量也位居台铁全部车站的第24名 由此可见台铁还是承担了基隆不小的旅运需求 不过这不代表基隆民众就满意台铁的服务 根据2019年由中兴工程顾问公司 所制作的基隆南港间通勤轨道建设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中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37%的民众不满意台铁的准点程度 同时有18%的民众表示现在的行车班距仍然有待改善 至于会选择搭乘台铁还是国道客运 最主要原因是取决于方便及快速 换句话说 如果有能够直接抵达自己目的地 或者是更快速的公共运输出现的话 这些旅客有很高的机会会转移使用的习惯 从这份问卷调查看起来 拆除台铁的基隆到巴都段来改建捷运 最大的挑战将会使基隆民众的习惯 能不能被顺利转移到捷运上 又或者将会弄巧成拙 制造出更大的推力 让这些旅客转而使用私有运具 过去在台北都会区也曾有拆除台铁改建捷运的案例 也就是现在的捷运淡水线 密集的班次与稳定的行车时间 大幅提升淡水的连外交通品质 如果基隆捷运也比照这样的模式来改建的话 似乎是相当吸引人的选择 但是仔细探究台铁淡水线在废除前的状况时 会发现其中还是有根本性的差异 台铁淡水线在1988年停止营运前 始终维持着单线运转的模式 从淡水开往台北 以及从台北开往淡水的列车 只能在车站里面交汇 严重限制了淡水线的发车班次 离峰时间的时刻表上 动不动还会出现下一班车要等一个小时的状况 在此同时往来基隆与台北的台铁路线 早在1919年就已经扩建成双线 不仅尖峰时间间隔5分钟就可以发出下一班列车 离峰时间也是平均20分钟就有一班车 平日由基隆车站发出的64班列车 更是远高于淡水车站当时的29班列车 另外基隆车站身为台铁纵冠线起点的地位 发出的列车不仅只有到台北 更会抵达新竹台中等西部大城市 相较于淡水线当时以台北车站 作为终点来说服务范围更广 而现在的台铁纵冠线以电链车作为主力列车 性能比当年淡水线所使用的柴油车还要好上不少 也就是说过去淡水线拆除台铁改建捷运所带来的服务水准显著提升 可能很难再次重现在基隆上面 但是这些点都还是没办法解释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拆掉台铁才有办法改捷运 原先在2016年开始提出的TrainTrain方案中 轻轨大多数路段会采用跟台铁共用轨道的方式行建并营运 然而在TrainTrain系统遭到舍弃 确定改为新建独立系统的捷运之后 上个月交通部释出的最新消息 是连系纸到巴都的路段也要行走跟台铁不同的路廊 几乎是回到过去在2008年提出的台北捷运名声系纸线延伸基隆方案 如果一样不使用台铁路廊的系纸到巴都路段 不会面临土地使用问题的话 那最后的巴都到基隆路段没空间新建捷运 只能在台铁与捷运之间二选一的说法反而是充满了疑点 而且其实过去在基隆到巴都之间 并不是只有双线的铁路在营运而已 还有一条单线的御田支线同时存在 也曾经作为基隆经由巴都往返宜兰县的火车使用 御田支线在1978年被决议废除之后 原本的路基改建为道路 同时包含了台湖县基隆市区路段的拓宽工程 也就是说 目前基隆到巴都的这段公路 应该是有足够的路宽 难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拆除台铁才能新建捷运 2019年由铁道局招标进行的基隆南港间通勤轨道建设计划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 也曾经提出基隆到巴都间的路段 如果要新建捷运或轻轨的话 可以改而行进安乐区的长庚医院 以避免影响台铁的营运 而检视基隆市公车的资料 也可以发现由长庚医院往返基隆车站的公车路线 长期以来都是基隆市境内数一数二高的 选择这个方案更可以同时解决基隆市区内的交通问题 从基隆车站的西侧进入市区 还可以同时包有路线继续往东延伸至田辽河畔或海洋大学的机会 一并弥补过去基隆车站设在基隆港西侧 与基隆港东侧世界仍有些许隔阂的缺点 不过对于不是要往来基隆的旅客来说 或许废除基隆到巴都的台铁路线 反而会是个比较有利的选择 由于台北铁路地下化的一系列措施 造成现在七堵到树林之间 长达35公里的东西部干线重叠路段 台铁的金基姆东部干线在现行耗制之下 无法再有明显的班次增加 当基隆到巴都的盲长路段被割除之后 说不定就能换取东部干线的列车班次 但是有一个可能的问题 在于西部干线北段的区间车 是以基隆作为始发车站 即便基隆到巴都的台铁被废除了 基隆到南港之间有了新的捷运可以搭乘 南港以南的西部干线区间车 还是必须至少维持现有的班次规模 换句话说 往返基隆的列车所占用的路线容量 并不是拆除基隆车站就能够被完全释放出来 过去在台东市区怎么没火车的影片里 有提到台铁对于盲长线的营运 一向是异星阑珊 再加上当时的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之下 让台东市区的铁路就此消失在地图上 或许是寄取教训 也有可能是怕丢失选票 现在基隆的政治人物也纷纷表态 不该拆除基隆到八度的台铁 但是基隆与东部干线的需求又该如何兼顾呢 首先还是台铁的耗制系统必须改善 否则现在环岛路往的最大平均点 也就是台北铁路地下滑路段的路塞问题完全无法解决 再来八度到七度之间也应该要将 纵贯线与宜兰线改为立体交汇 跟目前台南地区纵贯线跟沙伦线的形势一样 尖烧往来基隆列车与东部干线列车 在跨越上下行轨道时 可能产生的连锁污点状况 而更重要的地方或许还是在于 捷运到底能不能完全取代台铁的这件事 比较现行捷运与台铁并行的区间 如南港到板桥这个区段 台铁的行驶时间是明显比捷运还要来得短的 票价上也更为便宜 拆除基隆段的台铁改为捷运 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通勤时间与费用的上升 而且台北端的目的地不是南港 或未来的民生系直线沿线的话 势必还会需要多一次的转程 20年下来 所谓的基隆新轨道建设规划 已经从最开始的解决基隆市区内交通问题 变成解决基隆与台北间的城际交通问题 连带的还有为了基隆的市区扩张 开发基隆河谷一带处女地的计划 包含了现在准备进行的北五堵国际研发新政产业园区 由于过去清代及日本时代的工法限制 让台铁在基隆河谷段只能沿着南侧的山脚新建 造成现在部分人口聚居区无法落在台铁的服务范围内 基隆捷运的计划舍弃台铁的路廊 也将有助于改善这些已开发区的连外交通 总归来说 基隆捷运的规划不该是跟台铁互斥的建设 既然台铁仍有不小的需求 而且拆除可能会面对强大的民意压力 就应该要让基隆捷运创造出与台铁不一样的服务 让两者并存的效益可以最大化 而不只是单纯的只在台铁沿线整设车站而已 过去台铁捷运化最被人诟病的点 就在于只有多租车站而没有增加列车班次 造成既有旅客的乘车时间还因此被拉长 而对于基隆的民众来说 现在各个版本的捷运都只在讨论 能如何更快速便捷地联络到台北 反而都忽视了基隆市区内的交通问题 而即便有延伸的规划 也仅止于基隆港西侧的旅运智慧大楼 位于基隆港东侧的市街仍然无法直接利用 在已经有国道客运及台铁的状况下 这条连接到台北的捷运会不会是重复投资 也是相当值得深思 最后大家可以点选左上角的影片 了解基隆接运规划的来龙去脉 以及为什么基隆车站 并没有直接设在世界内的原因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了解基隆接运的规划喔